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眼珠在10比9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2分 最后又连得3分 13比11逆转 将大比分追到1比1 第三局 剧情跌宕起步 两眼珠先是3比0开局 接着却连丢6分 还好两眼珠没有放弃 不断追分 6比7 9比9平 张宇珍10比9 拿到局点 两眼珠突发长球 直接得分 11比10 此后 虽然张宇珍12比11 13比12两度 拿到局点 均被两眼珠化解 但两眼珠连续把握不住自己的发球轮 需要再好好想想 张宇珍拧拉下网 两眼珠14比13 拿到局点 张宇珍发球抢攻得分 14比14 张宇珍回球擦边 15比14再度达到局点 并请求暂停 张宇珍照样发球抢攻 但这次两眼珠挡回投球选择变现到对手正守卫大角度 15比15 两眼珠反手相持出界 张宇珍挑打赢下最后一分 从而以17比15再赢一局 大比分2比1领先 第四局 两眼珠退无可退 两眼珠1比1 2比3 张宇珍习惯性侧身正守反拉 正守卫流出大片空档 两眼珠不和张宇珍正守硬刚 而是直接回球变现 连得6分 8比30先 虽然张宇珍追到6比8 两眼珠连得2分 10比6达到4的局点 最终11比8赢下这局 将大比分追到2比2 决胜局 双方互不相让 一直到4比4平 两眼珠发球到正守卫小三角 张宇珍揭发球下往 双方交换场地 两眼珠回球擦边 6比4 张宇珍回球出界 两眼珠7比4领先 两眼珠放高球 张宇珍重扣得分 5比7 两眼珠正守反拉直线被防回投 7比6 在被追平比分后 两眼珠没有慌张 正守进攻 搓长 破了对手的发球轮 再度取得领先 9比7 张宇珍揭发球拧拉擦网出界 两眼珠10比7拿到赛点 最终11比7赢下最后一局 从而以大比分 3比2逆转张宇珍 晋级男单4强 从上一战3比4落败 到这一战3比2逆转 两眼珠逆镜中保持头脑的清醒 能够坚决执行既定战术 这就是巨大的进步 再次恭喜两眼珠 她已经逐渐从这群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 同处上半区的另外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同样打满五局 黎云如3比2显胜巴尔克 五局比分分别是11比7 7比11 7比11 11比6 11比9 男单半决赛 两眼珠将挑战排名前十的黎云如 期待她的发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